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再连接无线网 还要把手机的锁屏功能关闭 考生还需要在手机上打开并登陆监考软件 进行个人信息设置 昵称设置 使用考生序号加本人真实姓名的格式 考生序号为准考证号后5位 例如00001加张3 手机设置好后 需要将其放在考生的左后或右后方 以兼考老师能看清 考生 考试桌面和考试电脑屏幕为准 不可以将兼考设备放在考生正前方 或兼考老师无法看清楚考生和考试电脑的地方 考生还可以在官网观看 国际中文教师证书居家网考考试要求与客户端下载 测试说明 了解笔试考试环境和设备要求 考前准备 考生需要在考试开始前90分钟进入线上教室 点击笔试考场的上课进入考场 进入考场后 考生还需要自行把摄像头 麦克风 合阳声器打开 之后 监考会通过视频对考生进行身份核验 考生你好 请拿出你的身份证件元件和纸质准考证 对着摄像头放在脸旁 考生你好 请拿起你的视频设备 慢慢移动 全方位展示你所在房间的环境 身份核验和环境查验结束后 考生就可以登录居家网考考试系统 一 考生需要输入准考证号和考试密码 考试系统的密码要提前查询记录备用 可在考前登录教师考试服务网的个人中心查看 二 考生点击登录时将进行人脸识别 为提高人脸识别通过率 请保证室内光线充足 整个面部在影像内 刘海不要太长 露出额头 如识别无法通过 请及时通过监考软件 告知监考老师 进入后考页面后 考生只需要等待考试开始就可以了 比试流程 一 考试开始后 系统会自动进入考试界面 考生开始答题 二 通用版考试答题时间共150分钟 本图版考试答题时间共120分钟 不得提前交卷结束考试 三 如发生意外情况导致系统退出 已完成的试题会自动保存 考生重新登录即可 如无法登录 请及时联系监考老师解决 比试结束后 考试系统将自动提交试卷 两分钟后系统将自动关闭 比试考试时考生还需要注意 一 考生需提前90分钟 进入线上考场等待身份查验和环境检查 考试开始后 考生不得入场 二 考试日当天 考生本人需独自在考试房间中进行作答 考试过程中 房间内不得有其他任何人员出入 三 考试期间 电脑键盘等考试用品需全部放置在桌面上 禁止使用任何卫经 考试主办方同意的材料 包括弹部线与移动设备 电子设备 手写笔记 纸张 录音录像机 照相机 教科书和教府材料等 禁止使用纸张 电子设备 电子手表等任何物品拍摄 抄录试题 答案及相关内容 四 考试过程中避免佩戴帽子 头巾 发带 墨镜 领带夹等任何配饰物品 如有特殊情况 请在报名时向考点提前说明 五 考生入场后 不得随意走动 不得与他人交流 一旦发现脱离监考画面 或与他人交流 将取消考试成绩 六 考生入场后 直到考试结束 禁止切出网络考试界面 如强行切出考试页面 视为主动放弃考试 考试成绩无效 七 考试过程中 监考如发现考生有任何与考试无关的异常行为 手势等 将随时通过视频提出警告 警告无效将取消考试成绩